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 一个大师人 他让咱们去找一个红色的箱子 对不对 是红色的 箱子然后就是找到了以后 打开看看你们是什么 不 人家不让打开 不让打开 那我们盒子里到底放了什么 我觉得肯定装了一个 来了 对着 光芒 你看这光光满帐 你不说 毛笔 毛笔 毛 嗨 哦 是毛笔 对啊 你知道就那种像是潘多拉的磨盒那种 这行到 你说也对 3 40% 刚开始进去就找到了 找到了以后 咱们得带着它逃出来 限量的 对吧 对 然后比如说 就跟上一期那花似的 你拿着花有人就追你 或者说你拿着盒就有人追你 你要不拿就没人管 这阐述什么故事啊 对 我们俩就在研究说 今天这个红色盒子 那为什么你们俩开小货了 不想带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跟队长交流 你真的是 你就是那种 就是胖奴的那种班长 对不对 班副 分明是班副 而且会不会有很多盒子 其实是冒充的盒子 咱们最终要找到那个真正的盒子 很多红盒子是吧 因为咱们的导演叫做什么 小盒子 终于把导演 磨磨其忘了植物进去了 我太棒了 哎 你没说那盒子多大呀 哎 那么多盒呢 那叫箱子 代表叫箱子 那我们现在可以问了是不是 那盒子大吗 是 否 有没有这种可能 咱今儿一摘眼罩 屋子里 一万多个红盒子 是什么意思 我们进入了 双十一的第二天是吧 然后我们去 然后就是大家去送盒子 各位玩家可以把眼罩戴好了 我们这帽子是 戴不戴 不戴 我来这个 我主要你一样 来超长睫毛 大老师 帽子帽子帽子 他这帽子有点 一个星期前的眼镜那意思 这可以 不是 一般里没占便宜 也不是没人 主要不是 还是这包包 一前后可以有人吗 你不信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看完一本 你不信 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看完一本 要不这么着 什么意思啊 对呀 要不你今天这么着 我们四个环绕着你好吧 要是你点这么烟 然后我们四个环绕着你 好 好 你卡头是吧 好了 头是你够帅的 帅呀 说今天我当的脸 是不是非常的帅气 哎 哎 你帮我截一下 我战略 疼 别揪 别揪 弯过去了 是吗 是吗 直接揪 郭琦琳真的是谁 谁当队长他就去搂着谁 好笑吗 好笑 快笑 你队长说话赶紧笑 哦 队长还没说 队长再来就 嘿嘿嘿 谁说话了 嘿嘿嘿 戴一下眼睛 来来来来 我们先要开始 又开始闯开尖了 闯开尖喽 第一个 那我第二个了 来来来大老师 那我摸这轮歌 你摸我 教训啊 我原来走第一个这么爽 劲好热